娱乐之上小歪解说 好了那这也是大家比较期待的Master C 也是一场近一个小时的战报 那这样一来的话 咱们还是先看这个出称点位 绿色的兽人 以及的Grabby 绿色这个颜色应该说是Grabby的一个比较吸引的颜色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地图的情况 Tierm 这张地图向来是出经典战报的一个地图 因为这张地图的本身元素比较丰富 而且比较大 而对点呢是我们这边的VVF的MOO 最近的比赛里面呢 MOO的出场频率也不是特别高 很多观众也是在表示 哎你这为什么不做MOO的战报 这原因呢很简单 因为没有MOO的战报 开局上面我们看到MOO这边呢 没有走一个就是说常规的一个吹风 就是迭气的这边放在 比较放在这个地方 而是选择了一个 可能是一个女战手开局 小精灵点了很多 那这场比赛时间肯定是很长了 是60分钟的比赛 大家还是尽量还是准备好可乐啊 瓜子啊汉堡啊 就这样稍微准备一下 那我为了做这场比赛呢 我也是去买了一杯买了一瓶可乐 这个的确在中间的时候可能会稍微需要喝一下水 这毕竟一个小时的比赛啊 这个领导做演讲 人家就得要喝一下水 对吧 咱还是要注意好 等一下嗓子喊破了 以后的事情就不好办了 那另外一方面呢 最近呢 上海这边呢 也是开始稀稀利的在下雨了啊 天气呢 可能要变凉了 大家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保暖 作为一个解说啊 这个这感觉自己真的有点点稍微的婆娘了啊 话有点唠叨 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只是想说天气啊 天气是不劳人的 大家千万要对得起自己啊 什么事情都要对得起自己吗 天气冷了 还得给大家说一下 多穿点衣服 好的 我们看一下这场比赛的话 按照这个开局的话 应该说木的可能还是更多 就是走一个女略手 一个2BP的一个走向 或者说女略手2BP 那都偷一个BP啊 这偷BP的也分两种 你要看他偷了三四五个 那这个就是一条心 到底了 要你命 那这个要是偷一个 那就是所谓的一个直接签字 然后到二本的路 或者说三本的树雄 这就是现在精灵比较主流的打法 这就是非常主流的打法 当然在这张地图上 曾经的木呢 也是有过 类似什么受网所发的一个女略手乱矿的打法 那这也是 当然这个打法现在也是慢慢的不太适用 因为乖比等人呢 已经是比较习惯 家里面呢是B2 隶属大厅 相继放下 你还是要看一下木的这个科技情况 他如果说第一时间升科技的话 当然第一时间升科技 还是可能会是 就还是应该是 走更多的是女略手的一个 三女略的一个熊 这个打法呢 最近还是比较流行的 伦曼的等精灵啊 也是都经常在应用 说伦曼的话 也是最近就是说 提超网这边呢 也是有一个广告的合作啊 就这不是最近啊 就已经合作了 已经快两三个月了啊 就是说他们今天呢 是推出了一个WCG冠军 Ramand的一个衣服的一个系列 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啊 这个地址的话 就主页上面有啊 这个就说到这边 就随便瞎扯一段 实际上我们看到 就是说木屋 事实上也是 最近呢 也是涉水的一下 就是说SCR 就是星期三八二的比赛 那也是在第一轮的 就是说在第一轮的 网发赛里面呢 木屋呢 是折挤了 情况很明显 我当时是看一下 稍微简单的文字介绍 好像是被人家放大招了 当然我觉得 这种事情怎么说呢 可能还是说明一件事情 木屋的重心 还是在卧山上面 不是在星期三八二上面 你要说木屋 整天在那边练星期三八 那这个 对不对 也不至于 就是说一轮就被淘汰 就是说 也更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木屋 现在还是对魔术 更加钟情一点 而且事实上 木屋最近说实话 冠军呢 我们的确也得承认 木屋今年冠军没达到很多 但是他那个奖金啊 或者说名次啊 还是比较的不错的 现在我们看到 单狼魔乐手呢 也是在尽量 招对方练几 拐比这场比赛 走的是一个小点路线 小点闷闷 一个点一个点 慢慢练 这个大机往这边一站 好 这个位置非常非常漂亮 恶魔乐手就不敢 防着兄弟 关键时刻还是兄弟要给力啊 那这样的话 你看这个位置一站的话 恶魔乐手真的是不敢动啊 这又不是剑圣 又不会穿人 而另外一边剑圣的话 是练了几个小点啊 就是三个三小点以后呢 是成功升到两级 一个击风步 那这样的话恶魔乐肯定是 不可能撒一把意识粉 这要是撒一把意识粉的话 乖比就内牛满面 情何以堪 对不对 好 耳高贴上 我们看到乖比身上的一个道具 单船 这个东西 哎 哎 对吧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 刚刚没抓到你 这次还赚你一个要高 各种的海皮啊 而另外一边 我们看到木屋这边四个小精灵 有所蠢蠢欲动 这四个小精灵很有可能是代表了 木屋想要 就是说前期那个Rush的打法 这样的话 但是被乖比是成功的发现 因为应该对乖比这样的老道 说的来说啊 对吧 这个这种这种打法 现在你看我都知道了 乖比可能不知道吗 给个理由不知道的理由 哎呀 跳一下 没跳他 哎 终于是又一刀 这样的话木屋这场比赛悲剧了 前期的战略思路啊 直接是被对方给发现了 又是一个小精灵 呃 本吹风也有也有见过呀 那就要看乖比这边会不会出现了 亨特 我天不自然地图说实话 我个人感觉还是牛头比较好一点 像EI这种小地图啊 小Y这英雄还是有其可存在性 我个人感觉是这样的 我个人感觉是这样的 好 那今天我也看到这个 eskima上面也是 又是转载了我的博客 欢迎大家到我的博客来看一看 瞧一瞧 哎 这建设 别别别被围了 这你要被围的话 只能说木屋这个围杀就很犀利了 虽然说我知道你有单传 但是 这个围还是被围还是不应该的 现在我们看到这边呢 建设呢 也处着 面对这么一条人 有一种 一副单关万副莫开 我们看到这边的 乖比是果然错了 下了很大 然后是双B 双B的话 飞龙或者说狼奇都是可以 当然科多了可能性 哎 我们看到这边建设 总算是一个单传进来 当然我们刚刚已经看到 这个苦空已经在这边 这个单传的话也是 注意到 乖比为什么买个单传 当时就已经感觉有点不太对 双方数还真是一个 转转转转吹风的一个打法 不过梦这边现在是一个风家的话 既然是进去以后啊 也不能干其他事情 只能说是在里面 看看小机灵啊 自娱自乐一下 还反观这边一边 梦呢也是感觉 既然说你到我家里面来 那我 对吧 礼尚往来 女略首先包住地道 乖比这边没有反应过来 居然说没有苦空修 而且是好像 完全就不准备修了啊 这这这层意识 这层意识 但是这边下来很大当心一点 这个要被围的话 肯定是要被人家A死的 因为对方这么多普通攻击啊 这A上来很疼啊 现在我们看到小达 带着这边女略水 在中间这边绕 让地动的输出啊 是非常非常舒服 而另外一边 我们看到这个剑圣砍 这个大基地 这我 这我说实话 肯定是没前途的 这要不让你这个大基地砍爆的话 说说的 真的是说说的 这边是死了一个女略 不过应该说 也是取得了她自己的效果 成功的是 已经将对方的一个地动给打掉 而健身的话 疾风布一下 等自己的一个 等一下自己的一个CD 单传CD 这不急 健身继续干这种没前途的事情 砍啊 反正也没什么事情 可以继续干 摸这边忍不住了 小羊 哎 坐下去 添一个精灵火 想走 哎 哎 想走 兄弟啊 惨了吧 能走 这肯定是能走 哎呦 好的 成功的是走掉 吓人啊 真的是吓出一身冷汗 不过 刚才这血量 的确是比较多啊 想杀掉还是比较难 那我们看到 乖比看到对方 是一个吹风的打法的话 而自己又是出了下达荒唐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觉得压制压制一下 效果也是比较显著 但是木这边呢 也是储在家里面 不动 你来呀 对吧 你来呀 不敢来了吧 乖比这边现在是 刚刚这个地洞被拆了痛苦啊 这个就是最痛苦的一个时间 就是卡人口你知道不 这个时候受人肯定是有钱 憋了一股之前 500多块钱 我们看到乖比也是大兴图木啊 就是说 有钱了以后呢 就是容易 有句话怎么说的 只有喝饱了吃着 才能会想到一些 比较淫荡的事情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 乖比现在是憋了一股之前啊 那怎么办呢 没出花呀 那该造地洞 该补模仿都补起来 好 那现在 如果刚刚这边多两个狼旗啊 乖比肯定是进来 就直接跟你搞了 但是现在这边少两 少两狼旗 那你呢 搞也搞不起来 这话回家 继续去练机 好 这两个狼起来了 这段时间 大概卡了近半分钟左右的时间的话 已经是将这个战机给移物掉了 因为马上 你这个时候再去的话 人家吹风就好了 这你就没什么打头了 对不对 现在乖比狼旗数量很多 那很有可能会 狼旗数量多的一个坏数就是打吹风 如果说你狼旗太多 你完全是打不过对方的冰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人家 基本上把你剑身往天上去吹 你剑身真就在天上飞了 完全就没有驱散了 对不对 这边我们看是兜住了 哎呦 这个练机效率是极其低的一个事情 因为除了剑身比较打得动以外 其他都是打不动的 狼旗在旁边只能说是看细了份 别看在那边兜来兜去的 好练 这个怪啊 真是硬啊 四个效果在身上 搞定 沉默权杖 这 这好东西啊 我的天啊 这 这几品东西啊 这个 打吹风打出这玩意儿 国家毕竟这人品 敢再好一点吗 这边的话是保存 东西的话 估计是不理想 直接是估计扔在了商店里面 应该是直接扔掉了 连正眼都没瞧上一眼 这很正常一件事情 事实上对于精灵来说 除了团补 除了大雪瓶 这就是大不敌 比较需要以外 其他东西都是浮云 大魔瓶都不是特别需要 大魔瓶都不是特别需要 说实话 现在我们看到 恶魔乐手这边呢 连双草鞋都没有 也是比较可怜的一个情况 双方是进入了一个 和谐的一个MF阶段 魔瓶这边呢 也没有足够的信心 一波将对方拿掉 这一波遭遇了 兜兜 两个兜作 开始砍起 使用四个鸟子能吹 后面来一个五个能吹 国外比这波肯定是决心 给你对方换一波兵 一条波接上 但是相当的话呢 随后是被抽了一下 差不多已经干了 还有一把一刀波 但是摸恶魔乐手 应该马上会照顾一下 照顾一下照顾一下 想照顾了 想照顾 想照顾 国外比先让他走了 哎 坏就坏在这个地方 抽 抽了同学 抽一下 好的 这个大技呢 也是没有能够成功逃开 但是我们看到 这边是被沉没掉了 恶魔乐手 鸟子不得也是被全部沉没 这个沉没时间尴尬啊 但是国外比的正面 还打不过 完全没去散 真的是打起来很有压力 好狼奇 这个时候又是过来兜 兜住以后就能慢慢杀 小狼汉的基本上就是一个远程的一个DPS 完全没什么用了 已经没魔了 对不对 没有魔法 魔魔这边现在就是站着自己有吹风 这个比较bug的一个技能啊 只要把你剑胜限制好 狼奇慢慢点啊 就是这么一个问题 啊 现在等到恶魔乐手赶过来的话 国外比这边就打不过了 都要往后撤了 因为对方刚好没有恶魔乐手 像最大手还可以欺负一下 现在的话真正可以走了 因为你肯定是打不过对方的恶魔乐手 恶魔乐手DPS还是非常非常恐怖的 再吹起来 这鸟得注意拉扯 被兜住 兜住的话再见 倒别说啊 这两个女恋手的效果 哎 这边我们看到想围杀健身了 有这个想法 没有能够围住 看一看这边 能不能吹什么 不过我的确感觉 这打打吹风的时候 打一个沉没权杖 这未免也太太bug了吧 这东西 这东西真的是好东西啊 极品中和极品啊 对不对 好 那这样的话 乖比还是准备出白牛 不出白牛真是不能打 比如说你要存跑狼器 那还行 但是就算存跑狼器 不出白牛也不太好打 因为你有些时候 你人家给你点了灯啊 点了精灵火 人家就知道你的走位了 这这你怎么跑啊 对不对 跑来跑去 人家都真的看着电影 这种某种走位 个人感觉略选奔放了一点 略选奔放 BS起不来了 这悲剧了 哎 那你看 刚说好吧 略选奔放了吧 这你走到 走到人家家里面去了 这太深了 同学 你以为关闭是假的呀 保存了 这应该是要保存回去了 这回去 但是保存回去以后 同学 你兄弟们怎么办啊 对不对 TP啊 直接是选择TP 将TP是递了过去 那那这也行 差不多 这样的话 这一波的话 由于是恶魔人手的强势深路啊 导致这一波也是最后 改了回去 事实上如果说这一波 这一波如果说啊 不太 恶魔人手稍微不要太前进啊 太深啊 啊 不要给激怒了果尔比啊 你就是说 你在这个外围 猜猜你地动啊 跟你耗 这个我觉得受人 基本上就就进去了 而在另外一边呢 我们看到果尔比的分机地 已经突破破 你是特开起来 这应该说是 比较的 已经到了一个位置 按理来说 木呢是短暂 直间内是 增长不到这个情况了 因为这个点位 当然是大点的话 是烈了 但是 以 现在这种情况 木是不太想想象出来 对方会选择开两框 对不对 最高的一个境界就是 人家选手做了什么事情 连OB都没发现啊 这是最强的一个事情 当然另外一个方面 也说是OB出现失误了 因为他没看见 对吧 当然也能感觉出 关于这个矿开的的确是比较的非所思 因为一般来说 双兵抱狼奇的打法不太 对吧 要不就开始跑 跑狼奇 开两框 这是比较可以的 剑锋 恶魔人手生到三级 无敌团谱 全部满上 剑锋在旁边 旁边只能是 看了一下戏就走人了 对不对 也只能这样了 而另外一边 我们看到这个 现在带着自己的五个狼奇 哎呀 这本TP是要交出来了 同学 木这本TP是要交出来了 就这个速度跑回家的话 你至少打很多建筑 先拆一个风数先 哎呦 直接搞大激励啊 这 这 这个霸气啊 这这 这得TP 这不解释 快点TP 木这边 你看这狼奇拆建筑 能力的确是强啊 强是他强啊 霸气是他霸气啊 一个沉默 哎呦 这个 这个恶心的 这个沉默是全部中啊 真的是 全部全部中啊 坚持住 这边能不能强拆掉 哎呦 拆不掉了 这个拆不掉了 这个真的是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 这个是差一点点 不过也能感觉出来啊 就你就这方式拆的话 木这 这比啊兄弟啊 你还是稍微往这边 稍微做一下 这真 真是受不了的啊 这你这样搞下去 这两千滴血 大基地 这如此脆弱啊 让木表示压力很大 小精灵 这矿里面都出来了 还是研究一下 自然的祝福吧 面对这个跑上去的打法 没有自然的祝福 很有压力 而另外一边 我们看到 木也是成功的 发现了国外币的 这个风框 这个悲剧啊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五个 全军覆没 再过来拆 但是国外币呢 肯定是老方法 新用 他刚刚这个沉默呢 有个很好的地方就在 对吧 不让你点当灯 点当灯的话 你不知道我在哪里走 所以说 在这个 现在了得这个东西啊 就是说拆这个建筑呢 是比较的耗时间的 所以说他是在这边 造一颗鼻压 性价比机器高 又能杀你农民啊 因为闲的时候呢 又能打你基地 就是叫一个鼻压 将你这颗矿给废掉了 而正面的话 肯定现在我们正面 是肯定的 还有人品说 爽 嗨 这边的话 国外币肯定打不过这边的墨 但是国外币现在 这狼齐的数量 已经有到六个 这拆起来真的是很快 这一个BW是搞定 五十块钱 换你三百五 这 这笔账啊 国外币 赚了 兜一下 再见 狼齐的速度 本身是比较快的 配合胶卷轴 那跑的那 各种快呀 那回过来的话 甚至可以把这颗鼻压给做了 这颗鼻压 迟早是一个 国外币的一个 心头大患 非常非常头痛 现在我们看到国外币是 兵分两路啊 就是说 一部分呢往这边跑 一部分呢 另外一边跑 狼齐呢 也是后续的跟上 因为这样的话 就变成两波狼齐啊 狼不狼齐 配上两个英雄 而且国外币身上 应该是有一个TP的 应该是有一个TP的 他刚刚没有用TP 加卷轴 而木这边呢 如果说可以的话 最好就是说 呃 就把BR配合这个 这个地金 就把这个小地金 扔下来 单船 哎呦 这位置真够淫淡啊 没办法了 走人 来不及 鸟得数量 主要是鸟得跑太慢了 没有能够跟上 而另外一边 我们看到 这个对吧 这个 这个国外币 这个跑狼齐 真的是 真的是擅长啊 你看 这无时无刻啊 就各种使用 再见 这个没加速 哥 有TP 反正你杀不了我狼齐 刚刚有没有点上灯啊 我们看一下 刚刚有没有点上灯 而是TP到这个矿点 这样的话 这颗BR肯定是没了 但是 这次由于是点上灯的话 相对于下次跑狼齐的话 就不太好跑了 不过这次 这颗BR肯定是在见了 一刀Boss 自认了一下 这样的话 这颗BR的话 还真是坚挺啊 你看这个BR 站起来跟坐着 真的是 差距很明显 往里面钻 果然比这个矿 不能再拆了 你再拆的话 人家大部队叫来了 这个是一个危险信息啊 又是买TP了 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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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颗BR是来不及拆了 果然是来不及拆了 这个木这颗BR 走位真够淫荡了 深入到树林深步 爽了 但是现在有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我在想 木能不能把这个 这个稍微加给稍微小小的封一下 或者说你这么奇颗BR什么的 往那边稍微堵堵口啊 人家狼奇就这么见面 就门都不敲了 直接就进来了 这个也太随便了吧 随便的 有点稍微过分了 果然比这边矿呢 真的是开了四横片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 估计有个八九个的弄 八九个单位 但是我们看到果然比也是在家在店 倒了一片 再开一片 一个沉没上去 野怪也放不出技能了 这个爽 这个地方野怪的确是放出技能 也会是很硬霸的 前两天有个人问我 就是有没有什么女妖战据 什么嗜血流 就是你要女妖 王林占据一个女妖 出个女妖 占据一个男胖子 嗜血这边的力气 很明确告诉你 这打法是有的 以前小胖子用过这个打法 跟这个受人打 也是赢得了这场比赛 不过 这个不是说 某场比赛都能用 只能说这打法有见过 有见过 只能说是有见过 嗜血男胖子配合 这个男胖子的嗜血 主要是给这个力气 相当于就是说 王林就出了一个 邪恶狂热的男巫了 你给他套一个 强势的一个DPS 然后内气呢 就是说变成剑身 一个档次的东西 现在我们看到 国外边呢 是开一下自己的风框以后 立马是狼奇呢 继续绕过来 家里面呢 我们看到是 起剑塔 准备是随时准备 抵抗对方的 鸟子的一个进攻 这应该说是一个 跑狼奇的一个节奏感 一定要跑起来 而另外一边呢 木呢 就表示说 这个居然说 你拿你的大招拿出来了 哥也会玩大招 哥的大招就是 乱框 对吧 乱框啊 一个跑狼奇 一个乱框 这应该说是两个选手的 一个成名的 而不是成名 就非常非常有名的 一个绝招 死在木乌乱框的手中的人呢 我们就基本上认为 英飞啊 斯盖啊 甚至古艾比等人自己 都是有过这样的经历 而死在 古艾比这个 跑狼奇这个 这个想法中呢 也是有很多 所以说 这个打法呢 就是说 这个打法需要很投入 很伤 很伤自己的一个经历的 的确是这样一回事 就 有这这这颗比啊 你看 这个坐在那边 你看这坐在那边 好脆啊 啊 这个狼奇就是喜欢 那种坐在那边 是吧 再见 好 先拔了你个眼睛 但是我们看到 木乌呢 也是在孕育着自己的新生命 生命之术呢 也是在自己的那边进行造 然后 健身是先过来瞧了一眼 瞧了一眼 发现 没发现什么东西 恶魔的时候是 保回 保存回来 应该是 不分担经验吧 让这个 TK跟硕王师升级 有个小精灵是过来看掉哎呦我们看到乖比急啊 不想被对方木看到 但是这个小精灵刚刚的视野应该是 啊现在这个视野还没有这个 基地 但是我觉得以 某的 敏锐的嗅觉啊 应该是能够感觉到对方肯定是在这个地方有矿 就为这个小 下来放上太急了 就为了杀你这个小精灵直接要素就给上了 就是说这个肯定就是有猫腻啊 肯定是有猫腻啊 现在我们看到乖比的狼奇是兵分两路 这一路呢是被人家逮住三个 总共五个 但是不用急 因为我们看到 这个恶魔者刚当船走人 哎 这个主机地呢又被人家给一贯而入啊 这个这个尴尬了 你杀这边狼奇吧 哎 你这个这个主机地保不住了 你不杀吧 这个 这一次机会就错失这次机会 啊 哎呦 这个你看 两滴血哎呦 人品啊 人品啊 是人品质有点点囧的 两滴血的一个狼奇居然是没倒 乖比估计也是已经遗忘掉这个狼奇 两滴血 两滴血这狼奇很霸气啊 来爆一个 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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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啊 这个爆了以后呢 反正还不想爆 现在我们看到这边 摩尔森当时肯定还是不放心 这片矿 所以说他选择是去过来看一下 这应该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思维 因为刚刚也刚 我也就分析了 就是说肯定就是说 哎 你这个为什么这么急呢 以我们的一般思维就觉得你这边肯定有问题啊 有猫腻 过来瞧一瞧 果然 不出意外 果然有矿 木呢也是一看 哦 小样 开矿的 我懂的呀 对不对 来另外一边呢 我们看到 我在想这个 终于是这边起了一颗笔啊 有这个不是起了一颗笔啊 起了两三颗笔啊呀 的确有这个需要 因为你这个打狼奇就大基地某次都包围在人家面前 这不是一个问题 然后呢 现在TK等级是达到 呃 这个这个点位练完的话 还差点没点点 三个英雄分分不到 三级 马上四级 四级的恶魔乐手 以及四级的 术王 术王这边呢 我们看看估计是在哪个地方是做了一个 做了一个 苦功还是什么来着 做了一个苦功 四级是TK自身到了 四级 那另外一边的话 由于这边又是跑狼奇的话 乖比是 呃 走人 有这这这这这波乖比 然后想打正面了吗 这波乖比有点想打正面的感觉 但是好像 哎呦 这这这搞不够搞不够 TP了TP了 现在我们看到乖比出了一堆了 就是工程武器啊 一堆的工程武器 我们看一下这个工程武器的数量 两个板车车 一个科多增加这个工程武器的效果 然后白牛呢 增加了部队的一个难 这样的话 这波不得去调整一下 准备是 杀过来 啊 末这边呢 现在是疯狂是刚刚起来 而在另外一个地方呢 也是在开自己的新的疯狂 这样的话 这个对末来说 这个是一个 乱框的一个开始 当然这场比赛呢 也是刚刚进入了一个 所谓的小高潮 啊 刚刚开始啊 这比赛是刚刚开始 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个是刚刚开始比赛 对大家来说 这个也是一个 实践的考验 自然的祝福 已经是研究完毕 这个是必须的 面对跑狼奇 你没有这自然的祝福啊 还是真的 整个部队都太脆了 特别是这个 比赛 啊 墓这边呢 现在也是想在 就是说 想要把你整体的 就是说 把你这个矿给拔掉啊 显然是一件 不太可能的事情 但是我可以 把你的一个 苦弓给杀掉 就是说用召唤物 召唤物反正是免费的 双方的主矿呢 我们看到就是说 乖比的已经是干掉了 啊 墓这边呢 也是干掉了 双方是进入了一个 所谓的 单矿已经结束 进入一个 所谓的疯狂时间 好 这边乖比呢 是现在是 练练自己的等级 四级的建设 三级办的 夏娜汉塔 啊 墓这边呢 是趁着这段时间呢 是过来去 对方家里面是拆 但是我们看到 乖比是果断选择 要回 呃 单船 单船是下一下 这边的墓 嘿嘿 双方也真的是斗智斗勇啊 这个地方都已经给你拼上了 实际上单船是下一下这边的墓 闭目想要延缓一下自己的进攻的步伐 那这样的话 现在人口上面 事实上 国外比也很高啊 其实是人口啊 他这一条部队 如果说能够在正面上面将木击溃的话 木这个主机的事情瞬间会被人家给淹没掉了 国外比这边选择 还是要选择救自己的主机电 这样的话这一波木打不过 可能摸了TP 直接直接是 这个得TP 妖术要掉了恶魔的手 这一波得TP 这一波的确得TP 我们看到这样的话 沉没上去 板船车砸 倒了一辆板船车 但是 部队的组成上面 我们看到国外比人口很高 刚刚已经看到是74人口 这一波木要亏大了 这一波木 木是将 对方两张车子点掉 但是对方白牛以及狼奇数量很多 这位这一波木亏大了 木身上亏大了 这个没TP 这悲剧了 这悲剧了 这这这一波真悲剧了 兄弟们 水王就倒了 水王就剑 水王直接被国外比给强势杀掉 兄弟们快去撤吧 已经没有任何 这样的话 我觉得恶魔的手要不直接点了个无敌 兄弟们 哥先散了 你们 你们弹后 哥先散了 恶魔的手要数被腰掉 这样的话 这一波是拳击封磨 完全是拳击封磨 一个都没走掉 这个得通话同学 你还不走 TG想通了 兄弟们 不好意思了 这真不好意思了 这个就对不起大家了 我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你别跟我 这个是真的是孤单 全金覆没 就只剩下了一个TK 只剩下了一个TK 全金覆没 只剩下了27人口 那这样的话 国外比这一波是 63人口 应该是顺势演杀到对方家里面的话 木屋这场比赛不好打了 直接选择买回了 我们的时候 刚刚我们看到 木屋也是 看透了 这个社会 算了 哥就连无敌都不顶了 现在我们看到 木屋也是在多紧时间 现在是有钱 有钱可能是有 就是说刚刚买火 还是有钱 速度把兵给抱上去 而另外一边 国外比的狼奇也没有闲着 就立马是奔向了某某的风框 进行一个拆 拆 呃 肯定是第一次 哎呦 这不是吧 这流氓行为 这立马 小精灵是全部被沉没掉 那这样的话 这一票小精灵是全部成为 国外比的经验 漂亮 所以说这个沉没权杖 的确是好东西啊 而另外一边的话 国外比的风框 同样也是遭到了 木屋的强势打击 事实上也是没有TP啊 这里这个阻位 有点点奔放的 快点走快点走 好 国外比这边现在是 不对是 立马是杀到了木屋的主框 木屋现在人口还是比较低 37人口 国外比这边是拥有60人口 那这样的话 看木屋怎么样防吧 但是木屋虽然说只有37人口 毕竟还有这么多的 树 而且三个英雄现在是齐聚 狼奇现在是顶上去 强砍这边的一个比亚 一颗 两颗 现在路上到这边呢 国外比非常强悍的是 从正面想要跟这边的木屋对打 而木屋呢 就是利用自己的树林 以及三个英雄阵型的卡座 跟对方进行号 三个英雄应该是能扛很长时间 这边是这个有无敌的恶魔论手 一般来说是没有人会 轻易的往 这个哥们身上招呼 200的一个跳屁 有点点稍微的感觉 打恶魔论手打不动 因为这个毕竟恶魔论手 作为一个大陆队在前面扛这个 还是非常非常硬的 护甲也是非常非常高 现在是最高了 无敌 近十点的护甲 所以说刚刚打这个恶魔论手 或者说精灵这个三英雄往前面一顶啊 是不是想要跟他号 还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我们看到这边的乖比的狼气是一个个倒下 而木屋这边的家里面 就不断了39人口 越打人口越多 能不能保存出来 血瓶召唤过去磕掉 再坚持一下 召唤一个TP 乖比的成功能 是将恶魔论手给打残 但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 打残了以后 就没有能力再进攻了 打残了以后就没有能力再进攻了 因为对方回去以后 几口井水以后 恶魔论手又是一条好汉 那这样的话 你现在是顺移的DPS 打不动这个恶魔论手了 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木屋这边是立马喝上井水 就是又是一条好汉 这个得喝 让恶魔论手喝 其他人就让 让边 一定要让恶魔论手 这个大隔壳 喝上 木屋阿比继续是在正面上进行突破 另外一边我们看到 木屋呢也是不忘 招好猪 对对方的风框进行打压 双方真的是使出了自己吃奶了劲 木屋呢又是让自己有一片风框 也是不可能放弃这场比赛 木屋这边想要杀这边的一个TK TK是被保存 到了这个大基地边上 那你再赶过来 真的是 真的是生而复生啊 木屋比终于是有点点感觉 攻不动的感觉了 因为自己的大部队呢 是有点点慢慢的是 跟不上自己的DPS 剑胜是一个沉默上去 但是你都拿六级的剑胜 能不能破口而出 破口拉 破口拉破口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狼气 真的是倒了很多啊 毕竟人家英雄等级 也不是一级两级啊 加速简则再吹起来 剑胜这次有没有逃掉 没有 有一个无敌可以交换过去 有一个无敌可以交换过去 剑胜再砍 吹起来 无视你剑胜 木屋这边呢 是选择杀你兵 不杀你英雄 又是一个狼气 哎呦 这个兵倒了现在有点多啊 选择过来是 顶起无敌 强砍TK TK一个凉 196 TK是被做掉了 那几个狼气还死得 有点稍微值得 又是一个狼气 沉默上去 但是这个狼气还在这倒 瘦王升到了五级 这舞结束完 可就不是这么好玩了 你这个疯狂的话 永远是被人家骚扰的 现在上面上的话 我们看到木屋这个大基地 爬过来 也是开始自己的运转 的确我们能认为 在刚刚前线 操作如此自嗨的情况下 木屋也是没有忘记 后线的操作 甚至刚刚我们也看到 那豪猪在这边 同时还在烧到 国外比的疯狂 的确双方都是 使出了自己的一个 非常非常强悍的一个地方 当然国外比肯定 这个时候非常非常疑惑 我那个去 你这个木屋不对啊 钱咋这么多啊 不应该啊 这个啊 我刚刚把你放光给做了 你怎么可能还买回恶魔的手 然后对吧 再补充数网 鸟的还能继续补 这不对啊 这肯定不对 所以我们看到 光国外比也是在这边 稍微瞄了一眼 但是木屋表示 就你会偷矿啊 哥也会的呀 越是危险的地方 越是安全 就离你家主机地最近 对吧 我就开在你边上 怎么的 这句话说的不错吧 越是危险 越是安全 好我们看到这边 国外比选择主动的 跟你打一波 不救这个矿的话 肯定是没救了 强势顶上去 恶魔的手势上 没有任何保命道具 世王是将这个 没有什么东西递过去 那这样的话很有可能 那很有可能要倒啊 我觉得这个英雄又要倒了 狼奇 都做这边 TK吹起这边的建设 能不能驱散一下 狼奇又做掉了一个 国外比有点搞不过了 都做一刀 两百零射 来再来一刀 又一刀 好的 梁旭两刀调皮 世王直接被做了 这这这这 情何以堪 现在是恶魔的手 五级恶魔的手 这这又危险 狼奇最后一个妖术 再吹起来 鸟德跟这死命的吹啊 倒了倒了再见 好的 那这样的话 又是击上五级的恶魔的手 两个五级英雄阵亡 现在我们看到 梁旭只剩下鸟德 这 这世王的倒下 应该说直接让梁旭给崩溃了 我那个差 不是吧 这这这这也得倒 我刚刚看到世王 近五百零血啊 当时是一刀两百 然后是一个 在普通A一刀 又是一个两百二十四 哎呦 这一样的话 又是一个鸟德 两百一十六 说王 TK这个时候 是怂在里面 又是一刀一百八十四 吹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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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K身上是 不管三七二十一 防止扔下去 卡住位置 买个血瓶 但是我们看到 乖比这边 也是强乳之末啊 也是已经 只有一个狼奇 白牛血量也很残 TK 这个TK小弟 已经卡住自己的位置了 车上血瓶 买上夜食 紧续在磕 TK往里面钻 哎呦 哥 哥不扛不住 兄弟们别卡我位 别卡我位 让我往里面钻 乖比这个时候 已经杀红眼 七级剑山 我那个去 这个等级 都七级了 我就想 你要不先把 这玩意儿给搞了吧 这祭坛出来 英雄英雄的话 就不好搞了 但是另外一边 怎么说呢 就是说 你这样一旦搞的话 乖比这经济 就能恢复上去了 乖比就可以补充 自己的一个苦工啊 持续出兵 但是事实上 某某能也不急 我也 外面也有两片矿 在运转 这钱还在运转 哎 恶魔又说 这次直接选择买活 剑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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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滴血 追不上了 追不上了 追不上 狼奇抹掉你一个 再兜 这个兜住 救下自己的兵 这一波双方的大战呢 应该说是以剑胜的跳劈 突然的爆发了 让木是直接是 背了一个背 背剧了 这个的确 当时的血量 应该说 按照木的思维 计算上来 这个这个还早 还早 还早 这没想到 人家连跳两刀 两百的就直接就就 再见了 就 狮王剑五百滴血 狮王就两三刀 三刀就被人家给做了 好 果尔比这边持续紧攻 小剑胜你爆呀 爆 爆 你就爆吧 剑胜身上是买了一本TP 你爆 你爆了你 好 这本 这次要TP 这次 这要TP 这要跟你打的话 果尔比就 就不可能了 这么多部队 残血 我跟你打 我吃饱了撑了 一个 一个白牛 应该说还能接受吧 还能接受 主要当 主要现在我们看到的 就是说 某这片框啊 果尔比估计 我们看到还是黑黑的一片嘛 黑黑的一片 果然是那么一个情况 这片框的确开了 有点点 这人啊 有些时候真的是要 有点点小阴暗的心理 才能才能 才能就打出 这样的比赛 你要越是开了 就光明正大 人家都能发现 像像某这边 看了这个地方 哎呀 你能找到吗 虽然说 果尔比是呢 开的框也是比较的 就是说 比较的就是说 就不太好侦查 但是呢 他那个宝物是暴露了 他来开的什么框 这个沉默权 什么地方 只能在这种点位打出来 所以说魔鬼还能反应过来 哎 这次我们看到 奇妙无敌 强砍恶魔的手 恶魔手身上是有TP 但是这样的话 就是逼你走 这边我们看出来了 果尔比 说打正面 也不一定打得过你 哎呦 这TK 不会 这死了吧 还好 最后是磕了个血瓶 这 这差一点点 我跟你讲 磕了个血瓶 还好 还好 还没挂 现在果尔比 也是有两片矿 在运转 这片矿的话 也是翘翘补补 也是终于补成了满血 家里面的话 现在应该说 也是可以继续的补这个狼奇 甚至补白牛 我们看到果尔比 这边的狼奇的攻防情况 还是得稍微关注一下 稍微关注一下 攻防情况 两攻两防 已经是满了 当然莫这边就没什么攻防情况了 莫这英雄等级很高啊 这五级 五级 四级大半 这这英雄等级有点夸张了 当然这几个英雄还不到一个一锤定音的感觉 我觉得还是得到六级才能一锤定音 直接腰树腰掉 兄弟们做鞋搞鞋 这个防止真的有点点稍微位置有点不对啊 你这位置有点凶 你把卡自己恶魔人手的感觉啊 这个恶魔人手悲剧了 这这这这跳 跳 砍 悲剧 没死 跳 没死 两刀没死 再砍 恶魔人手 全部磕掉 救我兄弟们 兄弟们救我呀 恶魔人手不行了 哥哥要倒了 再见 又沉默 再见了 哎呦这个快点走 走掉了 21滴血爆穿 漂亮极限啊 哎呦这个怪兵刚刚实在是有点点可惜啊 刚刚这边连续出两刀便室 随便打哪个单位 这两刀便室 我就算凉起两刀便室 也能把这个健身恶魔人手就做掉 但是我们看到这健身也是不放弃 哎 对吧 嗯 再见 下次还是得倒啊 还是得倒啊 但是健身离开战场的话 也就意味着正面上面 木这边呢是有点一个优势 可多做掉 嗯 就是说 吹起健身 别围他大哥 围他肯定没前途的 这肯定搞不死的 一刀 184 砍下去 随便砍 平A 又是一个 追这个狼奇 哎呦这个墨这次有点失误啊 刚刚为了这个残血狼奇全部在A的山上面 健身的输出太恐怖了 他一刀顶好几刀啊 190啊 就是健身的现在这个装备呢 稍微有点点寒陈 要是爪子都多一点的话就比较凶了 墨这边现在看到这个夏娜汉大好像可以欺负 好像可以欺负 但是又不是特别好欺负 然后就赶过来多做两个 再吹起健身 基本上我们也看到就是说 墨的吹风呢 就是说吹啊 基本上就是就就就就你 就就你这小子 又是一刀 240 好夸张啊 现在的情况呢 就是说墨呢也是两片矿 啊 国二币呢也是两片矿 双方呢就是 拆来拆去搞来搞去 啊 那是英雄呢 对吧 沈默说虽然我死了一个 那什么还有两个 一个沈默上去 这又要死一票了 这这这的确我们看到这个沈默 这相当于就是说 国二币现在有三英雄啊 多了一个小黑啊 这这个小黑这个沈默这个技能 很硬霸的 那这个又挂了 相当于就是说国二币有了一个先手啊 就这这很关键 先跑上去 你狼奇一般来说什么 先吹起个对吧 那人家现在这次 了得是先吹你几个剑胜 吹剑胜 吹狼奇先吹一下 现在的情况就是见面 崩一个沉默 叮了一声 好了 狼奇这边也是 呃 哎呦 这个又一个 哎 好 都一个 这个健身 表示毫无压力啊 这边单纯过来 我们看到猛猛买固庸币来骚扰 这分不出了这个召唤我 把哥买固庸币 哎呦 这个真的是疯了 两个人 打了真的是各种的乱啊 各种的多线 啊 啊 国二币这边呢 也是 十丈 这等级也很高了 也七级了 也是高的 已经离谱了 拆进大基地 这有机会 这次如果要强拆的话 有机会是将它拆掉 因为市场是有TP的 你小精力根本是没机会修的 全部狼奇都做 了得 这个时候能不能 先沉默一下 这边有的 但是关键时刻 看到恶魔是赶过来 这边国二币要强拆这个大基地 要损失很多边 强拆要损失很多边 还不一定能拆掉 哎呦 失败了 失败了 这次国二币损失有点多啊 损失很多啊 好几个狼奇都死了 一个两个 这个木 这个老树 这棵树 我想问一下大家 这棵树有地体是这种情况了 这棵树真的是 不大命大呀 不大命大 啊 乖比这边现在这个矿越遭殃了 但是同样我们看到乖比在这个地方也是又开一片矿 俗 俗号说现在两个人真的是 拿出了自己的吃奶的劲都拿出来了 刚刚这两个雇佣兵应该是被健身给啊 在这边你看这么大一坨尸体肯定是那个白胖胖的而且两个头这是最关键的肯定是那白胖胖被健身活生生给追死了 行水有没有喝上 他估计钢尸也没舍得喝吧 喝也就是杯水车薪 没什么用 对吧 健身的调皮是无敌的 这这要是乖比要有个六七级的牛头的话就比较牛逼啦就可以跟你打正面了 这我表示毫无压力啊对不对 有补给有IOE有冲击波对吧 又有剑身的爆发力 这个 这几三英雄就不怕了 但是打到现在这种前面的话 虽然说我们看到剑身等级也很高 现在他的等级也很高 但是我们看到摸的正面完全还是不虚这边的国耳比 国耳比的路线还是久得秒杀对方英雄的路线 就不秒杀英雄啊 就不好打 但是就怕下情况就是说 转眼间突然间大恶魔变个身 大恶魔变身 这个英雄就是一锤地音的英雄啊 就是好了我变身 今天这场比赛我们就可以到这里结束了 兄弟们下次再见 就是这么一个英雄啊 这个英雄的定义是这么高 这么一个情况 说完我们TK这种英雄到六级 还没有这种情况 将剑身到六级 剑身到六级 不可能说这场比赛就我就赢了 对吧 现在恨他这英雄到六级也不是 就五级已经可以了 五级基本上就是一个极品了 国耳比这次看看是准备跟你跑狼奇拆完建筑走人 这次真的是建筑全部拆光了 一点都没有留 现在恨他身上有TP 再见 狼奇可以把这个建筑给再A掉 这这次国耳比事实上主要是 有这个有有这个一个一个都别逃 哎这边躲 哎呦在这个猫在这个地方还在跟我们玩秀 还在那边进行一个鸟得了一个变鸟 啊就是说飞躲网 然后再变再躲 哦这个这个的确我们看到 这如果说我们平时看到这个东西呢 我们是这样说的啊 这个操作呢还是很牛逼的 但是呢也是已经见过了 但是现在我们是这样说的 就是说打到了已经进40分钟的时候呢 猫依然很寒 估计嘴型的已经是成欧字型了 的确是这样一个情况 TK呢是首先照到对方的招火 实际上有个血瓶还是比较赖一点 毕竟作为一个 就是说力量 智力型的力量型英雄啊 他血还是蛮多 但是200多跳皮 一刀 两刀 哦232 再见 我直接怂了 不对啊这个 什么情况 这 TK呢也是主要是两刀 就是说200多200多两刀呢 就就进去了 看到我们看到 木这边也是很针对啊 不行啊 这个发现不对啊 这个如果说你这样搞下去的话 这大基地持久是个悲剧啊 那补电越井 一呢补人口 二呢就是说卡卡狼奇的阵型 这篇矿呢 木都快踩干了 古爱比呢也没也没有发现 估计古爱比 打完这场比赛 回家看肉配的时候 哎呀 我说怎么回事 打了这么长时间 原来你在这地方留了一篇矿 真是我的一个雀 现在我们看到 国爱比呢是从那片矿 又搬到这片矿来了 一开始从这边 开完 然后搬到这边来 过来的话呢又搬到这边来了 这个真是打得有点纠结啊 对方呢 我们看到这边木 刚刚这边一个非常帅的这个鸟得啊 已经是被木给遗忘了 在这边 这个 好累啊 能不能让我休息一下下 然后这鸟得体力不知道 废下几摔死了怎么办 我们看到木身上呢 是有两个回家的戒指啊 这两个回家戒指很霸气啊 让这个体亏的回复能力很强 双方人口我们稍微数一数 70人口呢是古爱比 而木这边的人口呢 应该说是比较低的 不高肯定是不高 只有60人口 一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自爆一个 两个砍死 一个自爆 但是这次拆建筑就不好拆了 这几个月景的位置是比较淫荡的 但是我们看到古爱比的风框呢 是被木给端掉了 那木能不能趁拆大机 或者说拆月景的时候 选择性的就是说 把这片框也端了 那这样的话就好了 对不对 这样的话就比较的牛了 然后我们看到古爱比这边呢 也是就是所谓那种点心 又是所谓那种分边两路 我们看到刚刚看到 就这边的一条 先把你这片框给搬了啊 就总算是把你这个地方 哦这个地方还有一个这玩意儿 罚了 那这边呢 也是过来牵制你一下 接下来让你两头皆是 但是木能不吃你这套 就直接选择给你换框 把你这片框也换了 反正至少你也倒了一片 虽然现在就是又变成 各有只剩下一块 那木的这边还有一个苗子 那你这边呢 也有个苗子啊 对吧 这个也算是苗子吧 但是这个现在扫三级的 基金工厂有点凶的 这拆建筑能力很强啊 就别说什么兵了 就这这几个玩意儿 各国外比喝一壶了 狼奇部队赶过来 但是国外比的建 木的建筑已经不多了 这边又是过来搞掉你这个建筑 只剩下场面上 我们看到 木的建筑好像就这几遍一条了 就这么一条了 家里面的建筑应该是全部被拆干了 完全完全全是被拆干了 完全全被拆干了 有TP TP是必带的 又拆掉一个 那这样的话 你这个大部队在追我的话 那我这边小部队的话 哎呦这边 木呢也是分兵两路 但是这个这狼奇是完全打不动人的 这个除了拆建筑比较强一点以外 打了鸟都还可以 其他你就算了 你就别别在那边折腾了 该跑狼奇还是得跑 双方呢 这个乖比的想开这片矿 从操就业 木呢不让你开 我要 嗯我不给 一个要一个要不给 这个就是这么个情况 另外一边的乖比呢 这个人家已经开过了矿 你再开性价比 极其低啊 两千块钱来一片矿 却以为不应该开 对不对 这这 这你人家都都吃剩下了 就这么一点点了 这种东西 对吧 就不要了吧 乖比这波也很大正面了 我们看出来 但是这个白牛位置太差了吧 直接一撩拨上去 没救到这白牛 白牛说 哥使得好冤啊 哥可以活的 那这样的话 我们看这次 国要币是 败退了 败退了 有点点败退迹象 打不过 某某的部队 已经成三自信展开 追上去 能不能通过一个阵型的反扑 道具上面是有无敌 两个无敌 三个无敌 有三个无敌都有 木也是吃亏 吃个够长时间了 以前是吃了很长时间的亏了 某次过来 信誓旦旦 被你真英雄 见诚 蹦蹦摸两三刀 跳了就 没有任何反手能力 吹两个 先不急 这样的话 鸟德跟这个小地鲶 看来后期 我们刚刚猜猜猜猜猜能力 还是这边的小地鲶 跟这个狩王的这个招号 我比较牛啊 这个东西 随便怎么搞的啊 对不对 这关键东西 这东西都是说 拆建筑强 同时打人也厉害 狼奇呢 就是拆建筑厉害 打人不厉害 这两个狼奇是走不见了 走不掉了 坐掉 这 这 这怎么把恶魔手给送回去了 恶魔手喝精水 木呢 也是在补丰术 反正就是说 木把那个苗子给保护好 因为他建筑不多了 你别被待会儿 被怪兵 有机可疼 就是说 待会儿就怕一个行不行 说木拥有着这么一条兵 同时拥有一个高等级英雄 然后被人家defeat了 这个就哭了 狼奇有这个defeat能力的 打你 打你打不动 打你这个时候 五级的木那时候 除了剑圣人跳 能把你跳死里边 狼奇真的是挠痒痒 挠痒痒就算了 你还挠不到我痒痒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看 Grabby这些 就是说 木Grabby的获胜机会 就是说 想要把这条兵吃掉 除非就是说 木呢 就是说 一个英雄带三四个小得 一个英雄带三四个 一波波给你吃 否则那是没那么现实 所以说除非就是说 defeat这边的木 而木呢 想要defeat Grabby是比较难的 就是说 把Grabby的兵全部吃掉 就是把你的经济给断掉 那Grabby的就输掉了 现在我们看到 Grabby是看到 你这部队刚走 哎 隔后手又接上 就狡猾就狡猾在这个地方 一刀 先坐下小天天 这个商店的电 爆掉 然后其实 撤上去 但是 但是我们看到 木的大部队 是完全可以回救 然后自己的豪猪占营 以及这个 就是说 口袋工厂 这东西就完全可以够这边的 木而比这个分框 是瘦的了 就是说很有可能 就是说 大部队赶紧把你赶走 然后小部队 把你搞定 这边的话 木而比也是分了一个狼骑士 猜对方的一个 可能开的矿点 我这个 只能说 某某这个建筑学啊 是非常非常良好 是让木而比的这个狼骑士 有点点纠结 就绕了半天 终于是绕进去了 而且绕了这样绕进去的话 是肯定猜不掉这个 猜不掉这个矿的 强砍这个月景 健身你可以好休息一下 那这样的话 乖比这次是又没有能够成功的 将对方的这个部队给跑掉 反而是自己的这边矿呢 是被对方的一个 修补将的这个小弟精 以及豪租的战因是点掉 我们看到这个修补将这英雄 在后期的一个 独装能力啊 是比较强的 尤其是在拆建筑能力 健身当然 健身也比较无奈了 就是说 哥这个调皮不能对剑子使用 要是建筑能用的话 那哥还能跟修补将比比 而修补将这英雄就是说 我这个打他不疼 但是我小弟精厉害 猜猜的能力 那是有这一拼的 如果这个时候有钱的话 也别搞狠啊 无敌买买团补也不用买了 无敌团 无敌TP 然后呢 鼻牙越井 这边重满那么一圈 那你这个跑 跑不动了吧 你没戏了 怪味身上呢 依然有TP 嗓子呢 已经是不行了 先 先稍微这个 稍微处一处 好 那我们这个比赛继续啊 这个嗓子已经是有点点伤了 这个48分钟了 这个大家稍微见谅一下 那另外一方面的确 这昨天我在做这个比赛的时候 我在想一个问题啊 哎呦 我这48分钟 这60分钟比赛 我怎么做呀 这这做不能做呀 太长了 这没空间啊 哎呦 这六级了 没空间放这个视频 后来我也想 哎呦 上次还好一个观众是给了我一个一T的硬盘 那我直接是把视频录到硬盘里面 对吧 这样的话就没什么问题了 所以说还是非常感谢这样的一个观众的 如果没有他的话 我估计是大家 我尴尬了 我不知道怎么做了 可能就要录 录30分钟 要不我休息一下 然后再等于话再录 哎呦 这个稍微拉了一个 拉了两个 三个 吹 吹 快走 快走 哦这好主好大呀 而另外一边我们看到木屋的小鸡精啊 是慢慢拆 这样的话我觉得木屋defeat这边拐比也有可能啊 这这这这这 小鸡精拆减住了 太硬霸了 轻轻的啊 这这松松的啊 这这没辣啊 这个 这个 这 这 这大基地 有那么吹吗 好无压力啊 就就这样没辣 就这么一个口袋工厂 把那个 祭坛大基地都拆了 拆完了 比较大的人还恐怖啊 本来拉 拉在中了拉登啊 谁的 开开视野 这正面的话估计是完全打不过了 六级大恶魔 呃 马上六级的瘦王 以及一个 五级的半的TK 果尔币这个时候只能是跑 继续跑狼切 啊 木的得利用自己的一个召唤物 千万得利用起来 因为这召唤物现在很关键 这召唤物呢就是说能够很好打击 对国尔币的一个矿同时做好侦查 让国尔币的那个跑狼切 跑的比较的不滋润 虽然说国尔币这片矿呢在运转 但是这片矿的确是 解决不了问题 太少了 这个矿要再多个一万块钱 国尔币还能继续跑下去 但是这矿没钱了 对不对啊 然后想要继续一望 这片矿以及这片矿 能够开起来的话 国尔币还倒是能够继续打下去 木这边这个恶魔乐手势 直接第一时间是回来 我们看到今天这种情况 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到 想要强杀这个六级恶魔乐手 这这个说实话 我不是不是说实话 你想要这个 除非你连去跳四刀 否则的话是肯定刷不掉的 一刀也不跳也好的 这就一刀就直接把六级恶魔乐手给做掉了 不是吧 还真把真把六级恶魔乐手给做掉了 估计连木都没想到吧 什么时候六级恶魔乐手这么吹的 不应该呀这个 这可能没变身 变身的话估计都做不掉了 当然古尔币人品也不行 就最后爆了一刀 那你要说不行吧 那人家还爆了一刀 不行吧 的确不行 这么长时间才爆了这么一刀 那我们看一下古尔币 是他又带了一个无敌 那我们看看哪个冤大头 下一次是要被他给做了 哪个冤大头 哪个冤大头 看一下狼奇第一个兜谁 狼奇第一个兜谁 狼奇第一个兜谁 这胖子这胖子再见了 哎呦这个木有钱啊 木有钱哥有钱 罢什么不就是死了一次吗 不就是一个六级恶魔乐手挂一次 病难我和对吧 大魔魔变身 围起来 这次肯定是要 呃就TP了 就TP了 万兽奔腾 这个木也嗨啊 两大刀放在你面前 关于这个时候不TP就傻了 木有说要不大家再看一会 我不给你看了 不给你看 你坏 我不给你看 没钱了 木没钱了 但是木有的对钱已经是没什么追求了 他唯一要做好的事情就是把这片树林给建筑给保护好 就可以了 我对大恶魔 大恶魔点苦慌苦慌 你要感到荣幸啊 真的要感到荣幸啊 大恶魔招呼你 复复合求啊 不过现在我们看到木的英雄已经是真的是 具有独当一面的这种情况了 大恶魔这种 就是说乖比刚刚想杀他一次 那是可以的 但是我认为你要想杀这种大恶魔 想杀这种恶魔手这种的英雄啊 杀他一次你肯定要耗费很多时间和精力 天一精灵化临死前也不忘做点贡献 这就是一种现身精神 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就是所谓的现身精神 人的伟大不代表他能赚多少钱 而在他曾经提供了多少个财富 或者带给别人多少快乐 这是最关键的 好那我们看到这边一个5级的TK 当然最猥琐的话 TK身上最好再带一个单船 那这样的话就可能 就更加的能够让自己就是说生存比较的保证一些 现在一个小狄精过来 这这这这TK你 你你你你 这我说了吧 这你这你不 这你什么都不带 这带一个无敌 你无敌你不能解七秒钟啊 不就是七秒钟吗 来 健身给他看看 跳什么叫跳皮一刀 两百六 两刀 一刀就解决问题了 一个地盪被拆掉 对这个一定要把这东西打掉 这个归根结底 还是这玩意儿是死坏的一个地方 搞定 哎但是我们看到 国外币这篇框还真被他开起来了 某这边选择买活自己的TK 某钱也不多了吧 400多块钱啊 这你这样买肯定不行啊 这篇框事实上对于 对于国外币来说没什么意义了 因为他已经没钱了 所以说某只要把这篇框给做了 就就就再见了 正面我们看下雨 打不过 必然打不过 这个时候的恶魔的时候 或者说这个时候精灵是 庄牙无爪 一个沉默 这个白牛能不能走啊 点一下 还真没死 可能是最后 一点点血 这也是受人比较可怜的一个面 就是说打不过人的正面 只能是跑 不跑就完蛋 乖比的部队呢 继续是跟你绕 他要给这边矿啊 这边矿 一定要给他带来足够的经济 带来足够的资源 让他继续的进行造兵 或者说让他继续买TP 他就怕最后就是说 连TP钱都买不起的话 就悲剧了 乖比过来看一下有没有矿点 他也是要确保对方就是没有任何建筑 只剩在这边的地方有建筑 但是木屋的话 木屋好像也是啊 真看到了这边的矿 应该是看到这边的矿 应该会拉点豪猪啊 拉点什么赞因啊 过来看一下 啊赞因跟豪猪在这边搞 事实上应该还是先把这片矿搞的比较稍微说实话实惠点 我们看到木屋这边也是感觉这个这片矿性价比 已经是没什么应用了 而另外一边我们看到乖比 就是说木屋这边是直接保存回去的一个大恶魔啊 就这哥们就够你喝一会了 的确这个大恶魔这英雄呢 是非常非常强悍的一个具有绝对的翻盘能力的一个英雄 或者他能够把一场比赛 比如说就是 就说再数一点就是 就类似于多塔里面圣剑啊那种东西 实在搞不下来啊 这某个人带个身上带那么一把小圣剑啊 冲上去那个就A死了 恶魔那手也就那么有局面 他这个英雄就往那边一站 就没什么能敢动他 还真不太见到恶魔那手便是被人家给做掉了 除了像 对吧高等级的剑身跟什么 高等级的山丘能够给他扛一扛以外 其他英雄浮云啊 浮云 真的是浮云完全倒不过啊 好了这样的话末次终于是抓紧时间了 这个不用拆了 小鸡精已经是完全可以搞定这个基地了 乖比这个经济点又是断掉 这个应该是乖比的最后 第二个经济点 当然乖比还有一个经济点 还有一个经济点啊 不是不是这个啊 这个这个已经完全不算经济点了 还有一个经济点就这玩意儿狼奇 对哥是一个经济点 哥具有农民的功能 哥具有掠夺的功能 如果说木身上没有TP吗 有 那 那木这边完全实在不行的话 实在不行我就TP回来 乖比这边已经是没有任何的 哦在这个地方还开了一片矿 又开了一片矿 又开了一片矿 这次当我不是这次不是大合摩 看看搞搞直接进去无敌 他肯定不能再不应该什么 再给一个有要素都给不出来 这可怜的 这可怜是有点小可怜的 这可怜是有点小可怜的 二有260 打了打了 但是但是为了杀这个恶梦的时候 死了很多人 这狼奇不是死一个两个了 两个 一个 这个这这又得死一个 有乖比为了杀这个 的确是死了好多狼奇 三个狼奇全死了 现在我们看到是瓦中桌边 全部多里面 刚刚乖比如果说到点人TP的话就好了 希望说你这个时候 你死边跳也跳不死人家英雄了 这人家割斗快八九百滴血的人 你要能把我给搞死的话 你真见鬼了 今天的话为了杀一个 六级的恶梦的时候呢 是这个把兄弟全搭进去了 全搭进去了 他搭进去了 而自己这边的一片矿呢 也是没有能够开起来 这样一个情况下的话 没了自己的一个高等级的英雄啊 而TK作为TK跟这边的树王呢 完全是能够 就是说有拆建主能力 这边是妖术 蛇杖 砍 这想杀掉这个TK 难度还真的有点大 的确是有点大 因为对方是一个鸟得的一个吹 而你现在又没有白牛的一个驱散 乖比这场比赛 应该说是没什么机会了 因为这样的话 对方肯定会顺势 就将你围起来 然后呢是将你 先杀 先杀你了啊 哎 哎 一代英雄啊 最终还倒在了自己的一个鸟得队里面 哎呦这个 我猫还开玩的时候不能撞这个下来换他 太可恶了 直接是将下来换他给撞死了 建设你别晃了 你也被小心被撞死 哎呦这个 当心当心当心 乖比还是不想放弃 猫可以了 可以了 猫呢这边的树跑过来 哎哥还在继续开快框开框 七级瘦王 哎呦这个小小坦克也看见了 我是孤单英雄 哎呦 果尔比这边还有一个秒子 两个秒子 正采前方式 你想到什么时候啊 同学啊 59分钟 10秒 59分之11秒12秒 这样的话 比赛的话应该说大家也能看出来 这场比赛肯定是 以 木的胜利而告终 当然这场比赛应该说也是前期的一个开局啊 是给了果尔比的一定的迷惑性 让果尔比呢 是 除了夏娜亨特呢 到也能接受 就是说毕竟夏娜亨特这些英雄能打后期也能打 但是呢 果尔比走了三比双比以后啊 让他就是说 不得不选择的一个跑狼奇这个方式 跟对方进行对抗 正面的话 没有机会能够跟木进行一较的资本 虽然说我们看到果尔比呢 在就是说自己憋到高人口以后 曾经是有一段时间是将木是全部均灭掉 但是由于木家里面 即时补充了那几颗比亚 以及三英雄的最后的复活 是让自己呢 成功的抵挡住了 就是说 这一波进攻 甚至是付出了自己很多英雄的生命 基本上五级英雄 六级英雄挂的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对不对 应该的确说 这场比赛是真的是让木下出了一声冷 果尔比这个跑狼奇的能力 真的是堪称一绝 也是魔兽史上最基本上没有人 我说 你说 别的咱不提啊 操作啥的咱不提 这个跑狼奇你要跟果尔比比的话 这真的是叫 班门弄斧啊 这个班门弄斧 大家同样也可以说 你跟莫比乱框呢 这个也就是班门弄斧了 这样的话这两位伟大的选手呢 也是再一次给大家就是说 上演了一次 基本上是 也不能算是末代吧 应该说是 差不多要快最后的一个木瓜对决了 那我们 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 就是说 WEM 11月份的WEM肯定还是有这个战报 两个人可能还有可能会相遇 好吧 那废话咱也不多说了 这场比赛呢 也是里面有很多的故事在里面 包括了 沙倒 后期的一个豪猪 TK的一个沙倒 多谢 然后呢 偷矿 跑狼奇 正面操作 以及各种各样的都在里面 所以说大家也可以慢慢欣赏 这样一场比赛 那我也就 就休息了 这个深更半夜了 快12点了 咱们 下次再见